对啊 我们退下工作 九州大火不断燃烧 大量浓烟直窜天际 现场火势相当猛烈 消防队部署水线要赶快灭火 台中市火车站前商圈 26号晚上9点多 发生严重火警 现场火势迅速蔓延 民众正在远处拍下 浓烟密布的画面 这烟好大 火势应该不小 附近店家跟住户 仓皇堂至室外避难 并表示大火发生前 听到不明爆炸声 好像是电爆声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前面 电电箱爆掉还是什么 听到声音才闻到味道 味道闻起来不太对 所以就先打电话 而且家里的灯都在闪 消防队出盼 起火点为租车行 火势向两侧 后方民宅延烧 大火供延烧周边12户 我们控制时间是在 12点22分 它就是里面 第一个早午很多 然后再加上 它顶楼都有铁皮 加盖铁皮的话 它的延烧会非常的迅速 遭延烧的房屋大多为商家 整起火警并无人员伤亡 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进一步调查 记者台中综合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 是牛肉 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 把CTI627 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下期再见